再关键是银法族的退休生活 到底要怎么保障呢 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65岁以上的涨者的收入来源 主要来自股票存款还有房子 其中呢 又以股票为最受欢迎的投资工具 我们就采访了资深股民 为什么会投资股票呢 而学者也说呢 台股的投资报酬率算是很高的 而经济又朝向了正向发展 才让涨者对股市很放心 采访接近尾声正逢台股收盘 资深股民希丽妈赶紧先喊咖 纵横股市三十年的她 谈起投资对股市还是情有独钟 其实像希丽妈这样的资深股民 可不少 财政部最新资料显示 65岁以上的人口 有189万人有所得必须报税 而他们的综索税所得 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利息 股利薪资还有租金收入 其中股利是除了储蓄以外 最多人选择的投资标的 代表英法族真的很爱存股 政府放利多加上台股碰上大多头 不但不受疫情影响 甚至逆序上扬 光是二零二零年涨幅就高达两成 总报酬率百分之五十一 二号虽然台股开高走低收跌六点九点 但还是维持在一万五千九百点的高点 相较于银行利息还是比较高 避免他的这个辛苦一辈子的 这个储蓄被通膨吃掉 英法族要以股养老 以房养老 以储蓄养老 但投资风险依旧得把业金差亮点 华系新闻在李永杰台报道 谢谢大家